現在延續之前的鼓刷的課程 來介紹一個新的動作 就是下壓 透過下壓來創造聲音的變化 然後這個透過聲音的變化來 表示出一個時間點的存在 我們之前有練習到這個平均的畫圈 我示範一次喔 講到這個畫圈我順便要說明一個 分享一個我的心得 就是你在畫面上看到 我在收音的這一支Sure 57這支麥克風 因為放在這邊收音 其實以鼓刷來收音的時候 刷到這個位置跟刷到這個位置 或者是不同的角度 因為距離跟角度不同 所以收到的聲音的大小其實是有一些落差的 也因此理論上最好的收音方式應該是 由上往下降90度對的鼓皮去收音 但實際上這個不只會擋住鏡頭 也會擋住我的演奏的動作 其實畫面上你看到的這支57 其實我是沒有在用它的 我是用另外一支麥克風收音 那當然這個我們之前已經提過 這個畫圈的動作 由於在不同的位置 鼓刷可能是以順著刷線的方向移動 或者是以刷線成90度的方向去移動 不同的移動角度音色會不一樣 所以這個平均的練習 蠻重要但也不太容易 盡量就好了 不要過度的吹毛球詞把自己累死 那這個練習你可以慢慢來 我相信累積一段時間會得到進步的 假設你已經可以畫圈 並且讓聲音勻稱的進行了 接下來就是要添加時間點 我要用的方式是 把鼓刷向下壓 增加刷線跟鼓皮接觸的面積 這時候接觸面積不一樣 摩擦的面積也增加了 所以音色會變得不同 可以聽聽看 比較多的摩擦面積聲音是這樣的 比較少的面積 我在轉圈的時候要加入這個動作 但是這個壓的動作 你可以看我用拇指去壓它 因為我現在用的是 傳統式握法 拇指這樣扣下去就可以了 或者是拇指 當然你要用中指或別的方式 去壓你的鼓刷都是可以的 在轉圈的時候大約在這個 7點鐘方向 但是以我的手勢來說 我覺得轉在7點鐘方向 開始向下壓 感覺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的握鼓棒的角度 握鼓刷的角度跟我不一樣 你有你自己的選擇也是很好的 先試一次 然後再轉圈 再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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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注意到這個向下壓的動作 在移動的時候 常常跟移動的方向混淆在一起 比方說我現在要把鼓刷由右向左移動 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我要壓下這個鼓刷 在往下壓的時候 在往下壓的時候你的動作要單純的 往下有一個單純往下用力的力量 而不是一邊移動一邊往下 那有人會把它響成變成斜的 變成斜的 變成斜下 這個動作會變成 在移動的過程當中 我往下壓的時候 同時也增加了鼓刷 橫向移動的速度 像剛剛這個是錯誤示範 再一次喔 這個是怪怪的 那我希望的 那我希望的是這樣子 在移動當中 單純的向下壓 你的肢體跟鼓刷 負責橫向移動的肌肉 跟往下壓的肌肉 是分開運作的 所以在移動的時候 你注意我的手掌跟鼓刷的刷柄 你會發現這個移動的速度是均速的 並沒有加快 我現在把這個動作 運用在這個轉圈的動作裡面 當我向下壓在這裡 慢慢的 手也要繼續放鬆 所以整個狀況是 壓...放... 壓...放... 到這邊 壓...放... 壓...放... 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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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練習 是壓骨刷把它改為 在大約 恩 我這邊看起來是1點鐘 或者是2點鐘方向 如果是壓... 還囉 現在加入拍子的考量 1,2,3,4 1,2在這邊 3在這一代 4在這一代 這是我的方式跟我的安排 你也可以有你的安排 來囉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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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練習當中 如果加入Hi-Hat會比較容易 但是我覺得為了要練習 特別把注意力集中在運作鼓刷 我覺得不要踩Hi-Hat 雖然比較難 但是練習效果會比較好 現在我要在1的時候 加入這個壓的動作 一開始先從壓住開始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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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試試看 把這個壓的動作放在2跟4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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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